对于我们要证明不定方程 无解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借助伟大的反正法 反正法在说的是 用我们一开始的这条Statement 的Counter Argument 来做我们的起始点 如果我们在从中日后Proof的情况之下 找到矛盾的话 就是证明我们原本的立论不成立 这一种就是一种间接曲线求证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条Statement 它的Counter Argument 就是说这一条式有正整数解 在有正整数解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有正整数解的话 我claim首先一开始 X不等于Y 如果X等于Y的情况之下 那原本这条Statement 也就是变成两个X的平方 有二可以约 也就是X的平方 这个东西需要等于1023 那发觉在正整数范围之下 我们无论放任何数下去 都不会等于1023 那就已经搞定了 一开始第一步 已经搞定了 就X是不会等于Y的 那 所以日后呢 我们就会讨论X不等于Y的情况 那X不等于Y呢 那 之后那些可以任何设计的 那我就当X这个东西大于Y 那 那 然后这两个数 当然大于0 如果不然 就不会 这样有一条这样的颜色 加上会等于2046 那 那 然后呢 我就claim X这个东西呢 那 它和Y的机偶性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 那 为什么呢 这句statement呢 我就留给大家 自己讨论一下 那 要用到的东西呢 就是 用到 当然用回这条色啦 那 那我们看看 如果他们机偶性是不一样的人 这条色会变成如何呢 那 那 呃 如是者 那 那我们 dec住下去了 他们既然机偶性就要是一样 那 那 我们更便有 X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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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如当它叫做2n X-Y这块 不如叫它做2n 当然我们就会有 m大过n的这块 然后我们不难从中解出 X这块就会等于m加n Y这块就等于m-n 然后我们既然有X和Y的表达式 不妨将它塞进去我们原本有的这块色 我们将它塞进去之后 就发觉整块色可以随意 随意之后我们就会有m的平方 加n的平方 这块就会等于1023 那我们看看 究竟这块色有什么景色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1023 3呢? 这一个数 就发觉可以给3整除的 即是m3的情况之下就等于0了 可以给3整除就是这样 然后左手边又怎样呢? 左手边是两个完全平方数 大家可以试一试 对于任何的完全平方数 例如a的平方 那么 它如果在m3的情况之下呢? 它只可以等于0 或者1的而已 那就没有其他的了 这个留给大家 自己验证一下 哇 看一看金堂呢? 其实都用了很多铜鱼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呢? 那大家可能需要 温乘一下铜鱼的这一货了 那既然是这样 那一个完全平方数 在m3的情况 只会等于0 或者1 那但是 这条式的右手边呢 那m3呢? 我们知道这块是等于0的了 那即是没得选择了 那我们左手边的这两个东西呢? 也就是分别有 m的平方这块呢? m3也是会等于0 和 那要加一个很大的 要加一个很大的n在这里了 和 n的平方 无3呢? 都是需要等于0的 那但是呢 3 刚好它是一个pile number 那质数呢? 就是没得移动它 那如果一个数 的平方 可以给3整除 那就是说它里面 起码是超过1个3的因子在这里了 那是这样的话 也就是你抽到1个3 就一定会抽出2个3的 那如是这呢? 也就是说这一条式的 左手边的部分呢 就会变成 m平方加n平方呢 这块呢 就必须要可以被9整除 不写同余的方法 必须要被9整除 就可以这样写的 那 左手边这条式就变成这样 但是右手边呢 1023呢 那大家可以验算一下 这块呢 就不能够被9整除 这块不能够被9整除 我们这样写的 那左手边可以被9整除 右手边不可以被9整除 那但是我们一开始 已经proof了 我们神祖是有这一条式的 那就有问题了 左手边可以被9整除 右手边不可以被9整除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找的矛盾了 那现在矛盾就已经被人找了 那这个呢 就是矛盾在这里 那有矛盾的话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 有正整扫解 的这一个argument不成立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这一条方程 当然就是无正整扫解 那就是这样证明完毕